所以我们前期有这个错误动作 我们该怎么办啊 大家看我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错的了 你别着急 慢一点把这个动作 你引拍的时候 看着自己目标点 不要看前面 尽量打多球 然后怎么打呢 停 看看自己是不是照镜子 是 好 回来 别发力啊 来 再来 别发力 来 绷紧 然后逐渐地加点速度 来 一 一 二 三 四 别发力 千万别发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你看这十个有几个做的正确的 切记两点 一 别发力 二 毛病不是一下改的 我打个比方 你现在是压拍 然后我出去我又翻腕 你只能要不先改压拍 翻腕让它继续翻 先改什么 先改不压拍的问题 压拍改好了 我再去改翻腕 你不可能又不压拍 又不翻腕 没有效果 改不过来 明白了 我小的时候呢 改动了老难了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 先找到主要矛盾 找到之后 改掉以后 那次要的 无关紧要的都无所谓 先解决影响你上台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拍子晃动 就是影响你上台的 所以你第一个关注点 无论你前面的动作 什么影拍近了 远了 拍行压了 都不管 管的是什么 我出球这一下 手腕晃没晃 掰没掰 压没压 甩没甩 先解决这个动作 然后慢一点 或者两个人对打 你先怎么样 轻一点 先把这个动作 就相当于什么 你先做几千下 一万下的正确动作 然后你在 当你这个动作 不用强制性的改 它变成下意识的 这个动作就改过来 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 第一个啊 我说了 反手一定在 在腰腹前侧击球 第二个 挥到右肩 第三个照镜子 不要让自己的拍面太晃 看 一 二 三 重心下来 四 五 注意节奏 高点期 别抢 找球 看 好 那球友问了 我现在反手攻 攻得挺好了 什么时候练什么技术 第二项 练弹击 弹击 练啥 该练弹击了 啊 弓球弓好了以后 可以开始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可以开始练弹击了 可以开始练发力了 练完发力之后 直板演示也可以 练完弹击以后 再弹两个吧 嗯 它是一样的球门 只是拿指板和横板做动作而已 三 他问指板和横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手指手腕 我可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练完弹击 弹击的时候是不用手腕的 然后开始练丝 那么好多人都在问 小韩老师反手拉有没有 有 用不上 那国外运动员都被咱顶成啥样 现在也都改成反手丝 对 对吧 以前他们也曾经挣扎过在中台拉 嗯 没有用 他被淘汰了 太慢了 因为反手结构在球台前侧 对 速度就压制你了 嗯 所以反手弓球的进阶是反手丝 丝球的动作要领呢会比较难 因为你首先得会摩擦 会摩擦 就开始动手腕了 因为最关键的就是摩擦这一瞬间 特别转 对 这就是反手丝球 反手丝球练好了 就上拳球 他就像正手上拳拉一样 对 他对丝 因为他很快速度 他能把对方顶到 嗯 就是属于一个快拉的一种方式 啊 然后呢 你反手弓球练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练反手拉呢 就是你觉得你一定是先连正手拉 反手拉的难度 在下拳球里面 虽然他站在这 但他也很难拉 容易被顶住 被顶住 所以刚开始 所有拉球里面 球友们不要怎么拉 不要怎么练呢 比如说我上来就开始 回动作 你发 下拳 下拳 全这效果 刚开始学下拳 对不对 对对对 感觉 还没把 做出什么 反手攻球的 放大板 然后还拉不过去 我们刚练拉球的时候 你做不好这个动作 所以你不要这么练 你怎么练 先练手指手腕 都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大臂和前臂 就练这一下 就练摩擦这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 你再往起 我 我再一加手臂 马上就进阶板去了 不是 他一下就会了 这不就是拉球吗 你省去了一两年的时间 去琢磨摩擦了 对 这就是密集 密集 请不吝点赞